同學對上兩條影片我們已經講了兩個實驗 那兩個實驗就是為了證明這件事 就是Starch和Oxygen分別會在Photosynthesis裏面產生 Starch就要適用Iodene test去看有沒有產生 Oxygen就有放置水進入水瓶 然後看有沒有氣體產生 然後用Going Spin去測試它 這個部分就是剛剛相反 如果你記得Photosynthesis的顏色就是這條顏色 這條顏色內我們就想尋找Photosynthesis 即是我們想看看植物是需要有什麼才能做到光合作用 所以你看一看這條work equation你就知道了 應該植物是需要有三樣東西才能做到光合作用 第一樣東西它要有二氧化碳 第二樣東西它一定要有水 第三樣東西就一定要有光線 應該四樣東西 第四樣東西就是一定要有葉綠素 那這四樣東西 我們會做這個 我們等下就會看三個實驗去驗證這幾樣東西 但是有一個驗證不到的就是水 因為沒有水那棵植物會死 所以我們做不到這個實驗 所以基本上就是三樣東西 看看二氧化碳光和葉綠素 我們怎樣做呢 做之前要先教大家一件東西叫Destarch Destarch 這個字 Destarch 中文叫脫電粉 我先放大一點點 中文叫脫電粉 脫電粉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會在做實驗之前 先將那棵植物放在黑房裡面 放它48個小時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如果想做這個實驗 我們要先讓植物所有澱粉都消失 就是讓它用完所有澱粉 然後如果它再有澱粉產生 那一定是光合作用 所以我們要做實驗之前要先認識這件東西 就是Destarch 令植物的澱粉沒有了 那具體怎樣做呢 就是放它在黑房裡面48個小時 那就是Destarch OK 接著就到下面那頁 下面那頁就是第18頁 我們會先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呢 第一個我們要學的實驗就是用這件東西 就是想證明Clorophyll 就是葉綠素是必須的 證明葉綠素是必須的 我們在這裡會用到其中一件東西 就是Varigated Leaf Varigated Leaf 即是斑葉 斑葉是什麼呢 就是某些部分是有葉綠素的 但另外一些部分是沒有葉綠素的 如果我們做這個光合作用之後 我們發現只有綠色的部分 會有澱粉產生 那就是證明一定要有葉綠素才會做到光合作用 這個就是實驗的想法 OK 我們或者先看了實驗 我再解釋 OK PART A Investigating if Chlorophyll is necessary for photosynthesis 這部就是要放它在黑房裏面 或者遮住它讓它沒有光 48個小時 下 remove a variegated leaf from the de-starch plant follow steps 5 to 8 of experiment 7.3 to test for starch in the leaf make sure that the leaf has no starch 是啦 那它就脫了澱粉 然後再做光合作用 那應該呢 你就這樣看這個結果 你就會發覺 de-starch了的植物 它是真的沒有澱粉的 place the de-starch plant in bright light for about 4 hours 那脫完澱粉之後呢 就再放它在光裏面做4個小時 光合作用 remove a variegated leaf from the plant draw a labeled diagram to show the color pattern of the variegated leaf test for starch in the variegated leaf 那這個和剛才有什麼不同呢 剛才那塊就是脫完澱粉即刻做 這一塊就脫完澱粉照4個小時才做 那你應該會猜到照了4個小時 它就會有澱粉 但是應該的澱粉就只在綠色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個部分要學的實驗 就是我們怎樣證明 葉綠素是光合作用的必須的 就是用variegated leaf 那這裡很簡單 這個variable table 我就當是exercise 給你去做 簡單點這樣說 你記回哪一樣東西不改變 哪一樣東西改變的 哪一樣東西是我們要保持它 我們要去measure它的 那這幾樣東西你要自己看 OK? 那在這個實驗來說 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應該是有沒有葉綠數 因為我們想證明葉綠數是可以的 那我們一定要做兩組實驗 一組是有葉綠數 一組是沒有葉綠數 這樣才比較到 對不對? dependent variable就是我們去measure what we measure 就是dependent variable 那就是什麼呢? 有沒有啡色的部分產生 或者有沒有澱粉出現在那些部分 對不對? 如果有澱粉 我們測試到它有澱粉 我們就證明了這件事 然後control variable 就是保持一樣 基本上就是其他的所有東西 除了有沒有葉綠數 就是control variable OK? 那就是這樣 然後 後面這個procedure 就跟上兩個實驗那條片 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不說太多了 你應該會知道的 但是你要做一個 就是 照光它先 這些color pattern 都不用說了 一樣的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結果 就是 綠色的部分的relegator leaf 就會有 啡色 但是不是綠色的部分 就沒有的 我説錯了 有綠色的部分 就是啡色變成藍色 如果沒有綠色的部分 就是保持是啡色 那就是證明 starch is produced in the green part of variegated leaf 那就是證明了coral fill 是必須的 那這個就是你的實驗第一部分 你要想做到的東西 就是證明 coral fill 是光合作用必須的一件事 然後到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想證明的是 就是證明二氧化碳是必須的 那怎麼可以證明到二氧化碳是必須的 很簡單 我們就在一個實驗裏面 做一個實驗 是有二氧化碳的 做另一個實驗 是沒有二氧化碳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們怎樣去除那些二氧化碳呢 我們就用這個 就是soda lime soda lime 就是簡石灰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我們就是 因為soda lime 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 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就好像下面這樣 這些不說了 這些沒問題了 怎樣可以做呢 我們就是在這棵植物裡面 一個就包住它 放soda lime 另外一邊就包住它 但是沒有放soda lime 那會怎樣呢 這個 有soda lime在裡面 包住的那塊葉 它應該做不到光合作用 它做不到光合作用的 但是呢 這一邊包住了 但是沒有放soda lime 因為裡面都依然有二氧化碳 它就做到光合作用的 那應該做完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有澱粉 但是這個沒有澱粉 那如果這個有澱粉 這個沒有澱粉 就證明了什麼呢 二氧化碳是必須的了 那這個result 就不用說了 那我們現在立刻看片 part b investigating if carbon dioxide is necessary for photosynthesis 那也是一樣的 第一件事就是要de-starch 就是將它放在盒房 令到那塊葉沒有澱粉 否則你什麼都做不到 然後呢 你應該 你應該 就是跟剛才一樣 你de-starch完 你要看看是否真的de-starch到的 如果真的de-starch到的話 你滴RD solution下去 它就是不變色的 它依然是保持啡色的 好了 你make sure它真的沒有了澱粉 你先剪一塊新的葉出來做 use the materials and apparatus provided to design and experiment 那你就知道了 那這個soda lime 就是用來吸氧化碳的了 draw your experimental setup place the de-starch plant in bright light for about 4 hours 那又是照光 照光完 test for starch in the leaves 那再試一下它有沒有澱粉 那你見到 有soda lime那個呢 就沒有變色的 就是什麼意思呢 有soda lime那個 如果它沒有變色的話 就是有soda lime 有soda lime 但是它沒有變色 remains brown 就是代表沒有澱粉橙色 但是沒有soda lime 就是代表它有二氧化碳 那它有變色哦 就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有光合作用 做了 那這個實驗就證明了 二氧化碳是necessary的了 OK 那就到第三個實驗了 那我們剛剛說了 如果我們想要 先弄一條work equation 如果我們想看它 證明它有沒有二氧化碳 是不是一定要二氧化碳 那證明了 剛剛的實驗 證明它是不是chlorophyll 一定要有的 那證明了 剛剛用werregator leaf 那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的 就是證明它沒有光底下 它做不到光合作用的 那怎樣可以做到呢 很簡單而已 你想一個方法 令到一塊葉 是見不到光的 想另一個辦法 一塊葉 是有光的 那你就可以證明到它 那怎樣做呢 很簡單而已 就是 就是 我們把植物的一部分 包住了一塊石紙 或者包住了一塊黑色的紙 那你包住了它 如果同一塊葉上面 遮住了的部分沒有澱粉 但是沒有遮住的部分有澱粉 那就證明 是一定要有光 才可以做到光合作用了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實驗的idea來的 那這些independent variable 我們會改變什麼 就是有沒有光提供給化葉 所以就是有沒有光 那dependent variable 永遠都是 因為我們看它有沒有 我們measure的那樣東西是什麼 就是它有沒有澱粉產生 所以這個永遠都是dependent variable 那同學這些位置 你要自己學清楚究竟 是independent variable dependent variable 和control variable 因為經常都考的 在光合作用這個課裡面 OK 然後result 就怎樣呢 應該是這樣的 遮住了的部分 是不鑽式的 但是沒有遮住的部分 就有鑽式的 有鑽式的 有鑽式就是什麼 就是有澱粉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 光是必須的 那我們看完這個實驗 那第一步要做什麼 又是放黑房 先去先去 是不是 Destart了之後 下一步應該是怎樣 下一步應該是 你拿一塊葉出來 看一下它 是不是真的 Destart到 如果Destart到 就應該是沒有澱粉產生的 就是沒有澱粉 RD的 就是拿一塊葉出來 試一試它 真的沒有了澱粉 我先去做我要做的實驗 OK 那跟著就正式開始了 一枚 是啊 它是很明顯的 我們也是要上學才有機會做這些實驗 希望我们有足够时间可以让你体验一下这些实验 就算做不成了我们都会做一部分 我们做完三个实验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但是这三个实验应该可以帮到我们有三个结论 就是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有几样东西是必须的 第一样我们证明了Coral View是光合作用必须的 用什么去证明呢 用Rarigator Leaf 斑叶去证明它是否一定有Folosimesis 第二样我们用了什么去证明二氧化碳是否必须 就是将一块叶放Soda Line 放Soda Line就是证明二氧化碳的 光用什么去证明呢 就是将一块叶包住它一部分 有些特别的Pattern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不是一定要光是必须的 三个实验 ok 那你要识过这三个实验 然后我们整个7.2这个部分 讲关于光合作用这个部分就完结了 那我们这一次会比较多功课的 我就会早一点release一些功课出来 ok 那大家努力去做 ok ok